農業部農電水利宿 由9年開始 在咖哩區豬龍廟附近的水準 進行客家分散改善工程 為了要讓環境美化 電風也積極金屬 建設金管寶島 並且起牌可以用力在地地寫 因此以廟方豬宿的 就豬豬龍為完手 打著一個豬龍金管寶島 正是六星爭菜 起牌身為當地基民休憲 散步的好起床 農業部農電水利宿 加南管理處 對9年開始 進行客家分散改善工程 因為林金加里大廟 主龍廟 對處地坑這支金屬 在水準裡面 真是金管寶島 總開會將近5千萬塊 要打著新台金管水準 一開始核定1450萬 後來我們家裡分處 有意見說 旁邊還有放水路 那麼有密閉改善 改善到總經位 是投到3千萬 3千幾萬 並不是當時農電水利法都負擔 只好我幫助理長 跟我們組織委員 來拜託 臺庭委員 把我們這個金會 一共追加到5千225萬 送到用前瞻計畫來絕育預算 這個金管寶島 跟合在地的文化地式 他在旁邊主龍廟主宰 在主龍委員所 在教民給人創作設計 用人物來描述理處構思 十個合上後進行報道六行 蒸菜儀式 我們這個農電水利法 這個尊高 說這個 過去就是黑黑草草 我們要怎麼 讓它可以 變成這個黃金地 所以大家是宿客 包括它要有白水系統 防洪系統 而且還要有警官 不是有警官而已 還有綠美化 包括我們 就主任總君 它所有 它全部的立書文化 要怎麼教到 這個佈德來結合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 就這麼多成功 我們將來將近5千萬 這都是我們 農電水利書 全款來協助 主龍金管寶島 現在已經進行完工開用 除了改善 地風白水系統 也配合主兵金管 以及美化 讓民眾可以 拿散步 拿欣賞 並且對利書點國 有這麼一步的實施 記者是母親 給你哭 蔡宏寶島